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今天我们用一种非常好吃的野生蔬菜 菊满菜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美食 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种野菜你们家乡有没有呢 在平日里,您有没有吃过它呢 快来认识一下吧 菊满菜它的外形和蒲葡营长相极为相似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搞清楚了 它到底是什么植物,能不能食用 春天是采花野菜最佳的季节 喜欢吃野菜的朋友呢 对这种植物呢,是十分的青睐 大家还挣着挖呢 为什么呢,因为这植物呢 回身上下都是宝 它是一种药食童颜的植物 了解它的人呢 把它当宝贝,还挣着挖回家呢 它就是炙熟可热的菊满菜 这植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别名 有的地方叫做春菊菜或是苦麻菜 我不知道正在看视频呢 朋友们,您是怎么成为这种植物的呢 可以到评论区留言,说说看 如今呢,菊满菜啊,是越来越难挖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植物少 挖的人特别多 所以呢,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像我们农村的朋友啊 想吃这种野菜呢,也没那么难 只要出门找一找 多少呢,还可以挖到一些 如果是城市里的朋友想吃这种野菜的话呢 那只有通过在网上购买它了 没错,如今还有人发现了这植物的市场价值与基尼价值 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培养了 所以啊,城市的朋友想吃到它就可以来购买着吃了 菊满菜它吃起来口感有一些淡淡的青草香 特别的开胃解腻 菊满菜是非常适合拿来凉拌着吃的野生蔬菜 它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粗纤维 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朋友呢 可以挖一些,好家人一块来分享 像这种野生的蔬菜 它里面富含的各种维生素及营养物质呢 要远远够于那些普通的蔬菜 眼下呢,种植采蛙 特别的鲜嫩肥美 如果有想吃这种野菜的朋友呢 可以出门去寻找一下 因为错过了这几天 又要等到明年的春间了 朋友们,你有没有吃过这种野菜呢 你喜欢吃吗 你还知道哪些吃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大家说说看 居买菜 通过今天的视频 大家想必一定认清语了解了吧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